欢迎打开罗比频道 今天的主角是 一个巨星的诞生 A Star Is Born 这是 Brady Cooper 演而优者倒的第一部电影 也找来了第一次演电影的 歌坛女神Lady Gaga 一同主演 一个巨星的诞生 重拍自1937年的同名电影 A Star Is Born 新海夫成入 1954、1976年 都有人曾经重拍过 最早1937年的版本 是由第一届的奥斯卡影后 Janet Geiner 主演的末片版 评价最高的版本则是 1954年由绿野仙中的传奇女星 Judy Garren 主演的歌舞片版 最近一次的翻拍版本则是 1976年由 Baba Streisand 主演的音乐人版 一个巨星诞生的剧情 叙述一位即将过气的男歌手 遇见了一个极有天分的 无名女歌手 在两个人坠入爱河的过程当中 女方得到了成名的机会 渐渐锋芒盖过了自己的另外一半 那位男歌手的故事 在导演 Brady Cooper 相当细腻的拍摄手法之下 有很多动人的桥段 还有很多光芒闪耀的部分 在看这部电影的当下 我真的是有一种 哇 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电影的感觉 充满了情感还有激情 故事既通俗又精彩 比较可惜的是电影的后半段 比不上前半段来得那么的引人入胜 这两个主角在激情过后的心境 还有痛苦 比较没有前半段表现得那么精彩 故事上面也有一点凌乱 会有交代不清的感觉 我们看一个默默无名的小人物 跟一个大明星谈恋爱 飞上枝头当凤凰的故事 是永远都会让我们觉得好看的内容 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你的伯乐 能够欣赏你的才华 帮助你完成你原本以为 自己再也没有可能实现的梦想 这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有一种复古的爱情故事的感觉 我没有不好的意思 我会用复古来形容 是因为在这部电影当中 这两个人所呈现出来的爱情 是一种很不现代 很美好的爱情关系 纯粹又真挚非常浪漫的爱情故事 感觉好久没有在电影院里面 看到一对这么相爱的情侣了 再上一次应该是 美国队长跟酷寒战士吧 谈完梦想和爱情 还是要谈到这部电影当中 比较残酷的那一面 我们会看到很多 这两个明星他们的脆弱面 承受这么多人关注的人 尤其这部电影的时代又放在现代 在现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 你要面对这么多人对你的看法 对你的评价 是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空虚感 以及极度的容易迷失的状态 而这对情侣面对的彼此事业的消长 更是有着相当复杂的心情 在这两个人之间 是又开心又痛苦的 更是会恨自己不够强大 能够去照顾另外一个人 幸好他们有够多的爱 还有共同对音乐的爱好 彼此一直可以扶持着对方 并且可以激荡对方 产生出更多的创作来 每次拍他们一起写歌 一起唱歌的镜头 我都会觉得真的是 美到极点的好看 看着两个人一起创作 一起表演 互相交融的情感 在这个音乐里面 一个巨星的诞生 当然有非常多好听的音乐在里面 Lady Gaga 唱功是不用多说的 应该不会有人对她的印象 还停留在那些成名的舞曲里面 而男主角 Brady Cooper 也做了非常多的训练 让自己表现得还不错 你会真的觉得他是一个歌手 一个巨星的诞生 他不像其他的音乐电影 在歌曲出现的时候 你会觉得跳到另外一种表演 或者是表现的语境当中 像是电影里面穿插了一首MV 或者是一个歌舞表演一样 因为两个主角就是歌手 所有的歌曲都穿插在 这个戏剧的表现当中 故事不会有停顿下来 或者是让人出戏的感觉 Shallow 这首歌 我觉得会是笃定在颁奖典礼上面 拿下最佳电影歌曲的主题曲 词曲演唱 都帮这部电影加了很多的分数 在剧情当中更是有重要的意义 帮整个故事拉出了高潮 男主角一直在电影当中 提醒事业顺利的女主角 身为一个歌手 你要忠实地表达自我 可是这句话说的简单 谈何容易 尤其是在这个娱乐事业当中 而对女主角来说 一个这么认识你的人 是有多么的容易 看穿你为了让别人爱上你 而所做的伪装呢 其实从这两个人相遇的第一场戏 就注定了这个结局 男主角爱的是 那个卸下所有装扮之后 真实的她 而女主角则是会为了观众 为了演出尽心尽力 包装自己 甚至是唱发文歌的那个女歌手 几乎素颜演出的Lady Gaga表演得非常不错 有很多地方我会觉得 真的只有她才能演得那么好 尤其是那些在台上唱歌的镜头 她一把这个对自己没有自信 但是依旧怀抱着梦想的无名歌手 成名、竹梦的过程当中的心境 诠释得很到位 但我还是要说 在这个角色 有一些比较高难度的镜头里面 有男主角跟她一起对戏的时候 有人互动的时候会觉得还好 但是在她自己一个人的镜头的时候 就会表现得比较没有那么的亮眼 尤其是这个角色的脆弱面 毕竟Brady Cooper 她自己是导演 是编剧 我觉得男主角身上的戏份 感觉更重 更精彩 而且有完整的一个角色曲线 她也真的演得超级好 我之前一直是没有很喜欢她的表演 就算是看完《美国狙击手》之后 我还是会觉得她的表演 给我一种不自然 有点僵硬的感觉 但是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对她是完全的改观 她真的是超级会演 演得真的是超级好的 我很喜欢她的这部电影 很自然、很真实的表现 她刻意去练了口音 没有让我觉得怪怪的 音乐爱情电影一直是好莱坞拍不腻的题材 从为你钟情 马哈顿练习曲 梦幻女郎 越来越爱你 这些等等 一个巨星的诞生 绝对是音乐爱情电影当中 一部最新的经典作品 叙述着一段爱与梦想的故事 精彩动人的电影 我相信里面的激情 还有故事的设定 绝对是会让每一个人都喜欢 都会有感觉的 除非你真的是厌世到一条闲鱼的状态 虽然说我没有很喜欢电影的后半部 但是整部电影还是精彩好看的 没有扣很多的分数 只是让这部电影没有那么的完美 我也很推荐大家去看 如果你对于这类型的音乐爱情电影 是有兴趣的话 而且如果你是Lady Gaga 歌迷的话 那你更一定要去看 那首歌也非常的好听 看完电影 你回家单曲循环的时候 你才会更了解到这些歌曲背后的故事 特别推荐给 不知道Lady Gaga 会演戏 Brady Cooper 会唱歌的你去欣赏 一个最新的诞生 这部电影我给的评价是 以上这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按赞 还要把它分享出去 还有找找你的订阅钮 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想要在第一时间之内 知道我上传影片的消息 别忘了订阅之后 再按一下那个小铃铛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想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这是罗比频道 祝你今天可以看到一部精彩的电影 我们下支影片见了 拜拜